北極圈是蘊含豐富的油礦漁業資源 北極航道也成為各國爭霸的新戰略點 不過想要在北極圈通行 最重要的關鍵必須要有破冰船來引路 美中俄各強權都宣布要在北極增加部署破冰船 今天的前進北極圈系列報導 公視記者是走訪了芬蘭 全世界最大的破冰船公司 也顯示芬蘭在北極圈的征戰當中 極力要搶下一席之地 北極航道征戰 像在北極航道征戰 他是最重要的關鍵主角破冰船 像在北極航道征戰 要做到達到有少量的能量 需要的能量 這就是最能力的方法 是在那裡的方法 它會推動雪上去 所以在不斷破冰 它會推動雪上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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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小小的崩潰 所以這就是雪上的形狀 形狀的形狀 形狀 例如一般的雪上 它會比較不同 全世界近七成的潑冰船 都是芬蘭設計 北極爭霸戰中 芬蘭已獨步全球的 潑冰船產業 替自己在美中俄強權 環伺下 搶佔一席之地 我們來到芬蘭 也是全球最大的 潑冰船設計公司 實驗室裡等比例縮小的 潑冰船正在進行測試 這次動畫 in 對於90%進出口都仰賴海運的芬蘭人來說 波冰船是在集圈重要的生存工具 產官學都全力投入 阿爾托大學裡也有一個40公尺平方巨大的實驗冰池 以氣候變遷的熔冰研究 提供波冰船產業最新的參考資訊 不是只有少少少 它是采然是相同事 像那樣有些提及都用了 然後我們需要再理解這新的咖啡 我呼叫這新的咖啡啡啡啡啡 因為它是一定很暗的比以前 咖啡啡啡啡是周見的 咖啡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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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啡也 余可чит於是舊呆 遇到雲和風雲 然後雲會更加暖化 它會改善它的機械性 雲會沾到船上 雲撞到船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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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曾有人打趣 既然北極冰都容了 還需要破冰船嗎 科學證明容冰帶來的效應 在各層面 都遠比人們想像的複雜深遠 美中俄近年都在積極部署 增加破冰船的數量 隨著人類在北極海域 從事的政治經濟 科學研究及軍事活動 越來越多 想征戰北極圈的人們 仍得仰賴破冰船 航向正確的方向 故事記者陳語羅盛達 在北極圈的採訪報導